一道道佳肴上桌 引發長輩滿心期待的排隊 這些好料出自素人家商餐飲課之手 為化美鳥晚香育協會的引發長輩 料理十多道美食 協會總幹事江葉俗勤表示 很開心協會能跟學校合作 笑說期待學員們 能跟餐飲課的學生多學幾招 覺得非常的高興 因為說今天可以看到我們素人家商 那些老師跟學生啊 他們非常的專業 所以我就叫那些志工們說 今天你們要把他們的手藝學起來 我們會就是很開心 學校可以就是邀請我 作為這二年級的代表 然後來為這些長輩們做菜 不過他們用心 我們看得出來他準備得很豐盛啊 我們也很感謝這樣子啊 你看他們炸的那個地瓜這麼漂亮 切得這麼薄很好吃 鮮甜水果豐富的美食 你可能想像不到 新北市社會局 煤盒來自習食廚房的NG蔬果跟肉品 新北市習食政策跟社區學校結合 也讓民旦們覺得共餐更有意義 我覺得這個這樣一個組合來共同來對我們長者來做付出 我相信未來這樣一個平台應該能夠更加速來做推動 食材還是習食平台上面供應的NG蔬果 喔 這樣好事現在不但成二還成三 三倍加成 那我覺得今天的活動真的是更有意義 包括我們14處的公民營的市場 我們有相關的醜蔬果都結合到這些習食分享廚房來 我們珍惜這些食品 我們也愛護我們的長輩 新北市社會局表示 新北目前已有19處習食廚房跟90個習食共餐點 重新利用約54萬公斤的醜蔬果 造福高達71萬人次的引發長輩跟弱勢而上 透過多方結合讓NG蔬果重生 落實珍惜食材的概念 記者 廖安見了我們宣傳樹林報道